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以往在国人眼中 奔驰防网奥迪等一直属于豪车 虽然奔驰已经成了乡村爆发户的代表 路虎同样也是被国内土豪们推崇的一个品牌 虽为豪车但考虑到市场需求 路虎也推出了发现神情 这款豪车最终售价60万 如今暴跌至24万 可谓是真正的伟豪车 考虑到许多用户在购车时 希望可以兼顾到家庭及日常使用 这款骑热路虎国产的车型 将风格定位在务实家用 也是路虎车系当中最便宜的车型 它的外观更为圆润 同以往的车型有较大的不同 所以从造型上看仍然霸气 大灯也很有特点 令人恐怖不忘 加上标志新的经济格栅 然而还是有不少人表示 这审美得需要的时间来消化 乍一看就像个小胖蹲 在内饰上 没有过多改动 黑色的配色看上去大气沉稳 极具品牌高级感 但在实用性以及人性化的设计上 感觉不如日系车 扶手箱容量过小 储物格离变速箱进等问题 也时常困扰消费者 此外后备箱的储物空间不算很充足 储物量还需加大 这款车型所用的是2.0T涡轮增压四缸汽油机 做到功率为177千瓦 最高车速约为每小时199千米 然而为了降低购买门槛 发现神行在车内用料的塑料感还是比较强的 在许多方面都降低了配置 最后来看 这款车型应付日常是足够的了 对于既考虑品牌又注重实惠的用户也是一个选择 从现象比来看 可能还是有些不足 不建议购买的专业人士也有不少